大家好 最近雙11 所以要來衝動購物一下 買了這個自動24小時自動定時器 因為我的廚師機沒有這個自動定時的功能 而且他廚師的速度又非常的慢 所以可能我24小時他的水箱都不會滿 然後聽說就是廚師機要在人在的時候來使用 會比較安全避免有危險的狀況發生 然後有時候我上班出門有時候就忘記關掉他 所以我就買 他主要呢就是這邊是白天啊這邊是晚上 然後就是設定我假設8點到5點半的時間不在家 然後在這時候呢主持機就可以做一個關閉的一個動作 然後其他的時間呢是做一個開啟的動作 那這個的使用方式呢 這裡有一個紙小箭頭 好 好那現在就是順時針轉這個盤 然後現在是大概晚上9點 所以要把這個箭頭的部分直到晚上9點 你可以看到白色大概是白天 然後黑色就是晚上的示意 然後我就把它轉到晚上大概9點的位置 這邊9點 接著呢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PM PM我按下去 因為你要執行讓他執行的時候就是往下按時間 讓你的電器執行的時間就是往下按 好我大概就是晚上5點半 然後到早上8點會在家 雖然我在睡覺 就是看個人想要的時間去按壓這個開關 然後這側邊有一個開關 像就是往一樣就是原本預設在按的位置 然後一樣就是往下半這個時鐘的位置 才是一個定時的狀態 就是假設你設定現在就是關閉的狀態 那你按切換的按 它就會停止這個計時設定 好那我現在把這個插座插上 它這個燈再亮再代表呢 適應說你現在設定的這個時間呢 它是有讓電器運行的 好那我這個插上去 我除濕機又開始運作了 好現在是時間是差不多10點 所以可以看到它這個小箭頭 直到這10點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是重點喔 假設如果有人把這個 或是停電把這個插頭拔起來 然後你的這個 你的燈可能就不會暗了 然後這時間呢也不是一個正確的時間 這時候你可能就要就是重新把這個開關全部搬起來 然後重新依照使用的步驟 就把它轉到你目前的時間 然後再按壓您要的時間 然後再去做一個重新設定的一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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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